目前海南全面启动封关运作准备工作 确保2023年底前具备封关硬件条件 2024年底前完成封关各项准备工作 2025年底前实现全岛封关运作 海南全岛封关运作意味着什么 海南全岛封关封的是什么 海南全岛封关会产生什么影响 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中心主任刘峰 近日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刘峰表示封关是海关术语 封关运作就是要在海南全岛建成一个海关监管的特殊区域 在这个区域里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岛内自由的货物进出口管理制度 一线是指海南自贸港与境外之间 二线是指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之间 那么一线的话主要是重点是监管人的 货物的话它是99%的货物都是免关税进入到海南岛 所以我们总结叫什么呢 叫一线管人不管货 一线主要是这个人员的这个出入境 那么是要进行监管的 那么二线呢反过来 二线管货不管人 二线主要是监管的货物 我们中国内地的居民呢 他是可以通过身份证 就可以自由的出入海南 那么所以从这个角来看的话 二线主要是针对这个货物的 就是刚才我们也强调的 就是防止海南岛未来的这个 大量的这些免税品 超额超规超限 进入到内地 这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封关 刘峰表示 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就意味着 海南岛由境内关内 向境内关外历史性的转变 封关运作后 随着政策进一步优化 未来海南自贸港在货物贸易 人员往来等方面 将更加自由便利 首先对于货物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看到 海南岛未来是一个 全球的免税品的这么一个集散地 那么有大量的货物会在海南岛 那么来集散 来处运 包括来交易 那么海南的话 就可以成为 我们境外和这个内地之间 这么一个货物贸易的 这么一个桥梁和枢纽 那么从人员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海南的这个出入的这个出入境 它会更加自由便利 特别是 现在这个59国免签这个政策 那么在海南岛实施 未来的话 伴随着这个我们这个政策的 进步的一个优化 那么未来还会扩大 这个所谓的免签的这个范围 所以海南岛未来 这个国际游客的这个出入 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那么从这个资金的这个网络来看的话 海南岛未来也会成为我们人民币国际化 特别是我们这个资金进出的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窗口 根据时间表 海南2023年底前要具备封关硬件条件 近日在实地走访中 记者看到海南全岛封关运作项目建设紧锣密鼓推进 穷州海峡南岸的海口青海港和南港 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所建设现场施工正撼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海南机场海口封关运作项目也在加紧推进 美兰机场封关运作成立工作专班 细化顶层设计 硬件改造 软件筹备 启动封关四个阶段 并率先从旅客 货物 数据等多方面构进全新的监管模式 并依据清晰的项目设计 推动硬件改造及信息化建设 其中硬件改造部分于2022年5月31日开工 截止目前项目共6个改造点 已开工5个 整体设备采购完成93% 计划今年10月份 完成设备设施调制12月份完工 这个项目建成后 这个所有出导货车将通过本项目 这个栏侧联络通道进入本项目 进行本项目查验平台进行查验之后 通过本项目北侧联络通道 进入这个附属专员通道 然后进入这个港口出导 我们计划是在2023年12月31日完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